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建伊克大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原本以为这里还是福州市区 可是不一样的公交站台和共享单车的类型告诉我 我可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 不管是福州高新区还是敏后县的主城区 它的城市建设还有发展的定位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心中衡量县城的标准 先拿敏后县的主城区来说 真正能算得上是城区的地方并不是很大 如果是不行的话 两三个小时就赚的差不多了 这里就是敏后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甘蔗街道 改制之前的名字叫甘蔗镇 相传这里曾经是河流中央的两片州主 因为附近盛产甘蔗 所以采用这个制塘的原料为其命名 为了便于区分和记忆 位于河中央的为甘州 靠近山脚下的叫浙州 宋人宗年间 1026年的一场洪水 将甘州上的民宅冲毁 经过连年的洪水冲刷 甘州渐渐地被吞噬殆尽 沉没在敏江的河道之下 由于吸取了多次洪水的教训 敏后县的居民 多将房屋搬到了地势高一些的山脚下 而靠近河边的甘蔗州 开发程度并不是很高 这也为后来的敏后县 在河流沿岸建设新城带来了便利 你要是清理敏后县的话 一定会发现 这里新城与老城之间的景致 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老城多以低矮的民房为主 道路弯曲而又狭窄 浓重的水汽将房屋的墙壁 弄得斑横累累 而新城的道路宽敞 笔直且又明亮 福建日报大楼与国会大酒店 刷新的这里的新高度 堪称为敏后的门廊柱 位于他们中央的敏商财富中心 与江宾商务中心极致的奢华 突出了敏后重商的传统 眼尖的朋友可能都发现了 靠近河边的滨江西大道 与河流之间筑起了一道长长的河堤 为了保持住水土 城市与河流之间的过渡部分 建起了一片狭长的湿地公园 正是人们对应对洪涝 积累了充足的经验 敏后的新城区 才会毫无顾忌地向河岸推进 初次了解敏后县的人 都会把后这个字误读成猴 为此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字典 中间没有树的这个字 多用于官名和姓氏 几乎全部是阳生 读去生的这个后字 专用于敏后县 它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据史记记载 秦汉时期有一种官名叫后官 这里的后中间是有一条竖线的 后字在当时有着次一级的含义 熟悉历史剧的人都知道 县城的行政长官叫县令 而后官都尉这个职位 专门设在偏远边陲 而又社会不宁的地区 类似于现在的兵团 管辖的位置偏 人口少 后这个字在当时的官场 可不是什么好词 东汉奸安初年 公元196年 以官名后官都尉命名的地区 最终定名定制为后官县 这个名字在之后的历朝历代 多次被沿用 到了宋代以后 当地的示唤 即会后这个词 有等后的含义 后官日久 或是后阙日久 对于仕途中的人来说 大为不及 一直要求改名 却迟迟或批准 一直到了清初 人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将后字中间的一束去掉 可发音还是原来的读音 上报发案之后 朝廷军员同意了 后字的读音 就成了后官县的专属 1912年 闽县与后官县进行合并 最终才形成了 今日的闽后县 正是由于 闽后县的前身 后官县 是福建省最早的县城 有着八民首邑之称 所以 这里也是对外宣扬 闽越文化的基地 比较典型的 就是在城内建的 闽都民族园 以及附近的潭石山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闽都民族园的规模 在原本就不大的闽后县中 可谓是大手笔 全园的占地面积达到180亩左右 相当于一个村落的规模 园内共建有生产民族园 生活民族园 以及文化教育园三个园区 介意展示 古代福州地区的民族风情 推介和传承福州地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园迁建 或是复原了明清时期的后官民居 以当地的农耕文化为主线 在建筑的外面设有农田和果园 通过铜雕这种非常直观的展示方式 为人们在线了闽中先民 从事农事耕作 茉莉花茶制作 副业 手工艺制作等 农耕生活的情景 你甚至还可以步入 粉墙带把的闽都 观唤人家的房中 目睹到当时人们参加婚庆 祝寿 祝福 等民宿活动的场景 具有非常强烈的代入感 屋内的每一件展品 都值得我们住逐观看 思考 这些承载着 闽中文化特色的务实 为我们这些外地人 了解古代福州的民风民俗 提供了捷径 园内的地标性建筑 是建在一片土丘之上的 灯高缆圣楼 虽然前方的大厦 阻挡了我们 灯高望远的视线 可若俯瞰整个园区的话 还是绰绰有余 谭诗山遗址博物馆与街区 离这里仅有一夕之隔 谭诗山文化 是我国东南地区 最典型的新实习文化遗传之一 距今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他的发现 叫人们认识到了 不为人知的先秦敏族文化 将原本 人们认为仅有三千多年的 福建文明史 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节目的最后 再将视角转移到 敏厚县的另一个城区 位于敏江南岸的福州高新区 其实福州高新区 同福州京开区一样 有很多的园区 但当地人口中的高新区 一般指的就是敏厚高新区 敏厚高新区 是一个狭长的城区 面积差不多是前面提到的 敏厚甘蔗镇的三倍左右 这里从北到南 可以分为四个组团 即 菊原州桥头 蒲上桥头 南宇沿江 以及南宇镇 靠近福州大学城的 是菊原州桥头组团 这里是高新区 目前建设最为成熟的区域 福州市的地铁二号线 可以直达这里 菊原州桥头 聚集了大量的科研单位 市规划设计院 中科院海西院 以及新网瑞杰都在这里 仅次于这一片区域的是 菊上桥头组团 这个组团主打的是商业 郑荣财富中心 群生广场 郑祥中流砥柱 以及紫光菊上商业小镇 都在这里 对于我这个喜欢建筑的人来说 清华紫光科技园 无疑是我这次高新区 执行的目的地之一 整片楼群 是由七个样式几乎相同的 帆船型大厦组成 北边四栋 南边三栋 虽然这七栋楼是分体式建筑 可它们的方向性 却高度的统一 白色的肚皮 全部朝向中央聚拢 打破了同类型建筑 规则排列的固有思路 看着看着 总觉得它们 与什么东西高度的相似 你若是问当地人 紫光科技园在哪的话 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 怪就怪你问的方法不对 若是将问的方法 巧妙地改变一下 说凯菲斯七件套在哪里 人们十有八九 都会将你引到这里 另外的两个组团 由于正在建设 没有什么大的亮点 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好了 福州市的交线 闽厚县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在节目的最后 我来用数据总结一下 这个县程 闽厚县属于二线城市 福州市的下下线 该线2020年的GDP为 793.04亿元 在福建83个区县中 排名第16 全县的总人口为74万人 人均GDP为 107168元人民币 城市建设度81分 城市绿化度73分 下一季节目 我继续沿着福建沿海大通道 向北走 来到了一个 具有传奇色彩的县城 连江县 在来这座城市之前 我就知道 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一线两制的城市 台蓬金马中的马祖乡 就是连江县的附属岛屿 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去了解连江县呢 那还不赶紧关注 按赞评论加转发 这样就可以及时收到更新的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感谢观看